中央电视台军事报道 转型路上砥砺奋进的事迹 竹梦强军录来自基层士官队伍的军队人大代表 积极为士官人才培养检言献策 国防部召开例行记者会 就近期军事热点回答记者提问 军队医学专家在早期肝细胞癌蛋白质组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印巴克什米尔再起波兰 双方各自宣称击落对方战机 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使命铸就中程 极限突破自我 新疆军区某陆航旅运输直升机伊营 常年飞行在海拔五千多米的雪域高原 新时期站在陆航部队转型的朝头 伊营官兵从单打独斗到联合制胜 破箭换雨 展翅高飞 用铁翼守护着祖国的西部边关 天山北路 运输直升机伊营官兵 驾驶战鹰替此升空 奔赴预定空域 展开多机型协同训练 由于能见度低 飞行员只能根据基载仪表设备 控制飞行姿态 未来在场中随时让你可能做好出动准备 你说天气不好 你不动也不行 符合放飞条件 你必须得动 无论是寒冬的风雪低温 还是盛夏的沙尘肆虐 无论是飞越昆仑山的冰川雪山 还是掠过塔克拉玛干沙漠 他们把季节性特点 地域环境特点 结合起来抓训练 越是有难度 越是有风险 他们越是要研究 要实践 要突破 我们以前训练可能就是注重飞行员的技术 现在我们训练这一块 可能就是更多的准备了 你对你所在未来战争中 你可能担负的任务 你自己计划怎么办 怎么准备 敌情研究 遇到相应情况的处置 就是由一个飞行员 像一个飞行战斗员这个一个转变 高原地区飞行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然后危险系数比较高 平均海拔都在4500米以上 首先对人的身体是一种考验 再一个就是对飞机的一个考验 飞机到高原以后 各方面的性能就降低了 击葬阿里被称为生命戟区 也是世界航空界公认的飞行戟区 自1993年 易营官兵首次在阿里开辟航线后 20多年来 他们又先后开辟出数十条高原航线 创造了世界航空界一个又一个首次 依次 营官兵驾驶战鹰 在海拔近5800米的雪域高原 突遇恶劣气候 机组果断处置 成功实现脱甲 把舱位当站位 把升空当实战 把空域当战场 作为运输直升机营 易营担负着快速立体机动 夺空低空优势 纵身激将作战 战场勤务保障等作战任务 机舰条件下飞行 对他们来说已是常态 前不久的一次飞行训练中 气象预报 训练空域浓雾笼障 云底高百米左右 处于临界放飞状态 在飞与不飞之间 指挥组坚持如期开飞 根据直升机的性能规定 风速超过20米 也是不飞行的 那么我们的临界放飞状态 就是接近 甚至有可能超过 这个临界状态 我们还是实时飞行 实时训练 在转型中探索 在奋飞中实践 一营将年度高原 课目训练比例提高40% 夜航训练提高30% 战术训练提高40% 多次整建制 千里机动跨区域训练 与多兵种协同配合 练指挥 练飞行 练战术 如今 营里年度飞行训练时长 比以往增长了近一倍 不少官兵 每年有9个月以上时间 在外执行各类任务 他们告诉记者 虽然常年与危险相伴 但看到脚下 壮美的边关河山 他们内心非常自豪 因为这是他们首位的地方 试官是部队最基础的骨干力量 试官队伍的建设 直接关系到部队战斗里生成 全国人大代表 第71集团军谋旅 藏族战士杨初格西 就是试官队伍中的意愿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 这几天 杨初格西抓紧时间 完善他的建议 他关注的就是 试官队伍的素质提升问题 训练刚刚结束 杨初格西就进入了调研时间 就试官队伍建设存在哪些问题 如何培养高素质试官人才 大家展开热烈讨论 通过走访调研 我们基层部队 特别是试官队伍这块 反应比较强烈的 就是去年主席讲 要努力做大师傅 带出好徒弟 努力做大师傅 带出好徒弟 习主席的殷切嘱托 让杨初格西倍感振奋 作为兵之头将之尾的士官 如何帮助部队提高战斗力 杨初格西进行了一系列尝试 他改进射击训练模式 用隐显目标代替固定目标 还将射击距离 延长至过去的三倍 为了帮助心理素质较弱的战友 完成时报训练 他带头做示范 手把手教授动作要领 耐心细致地进行心理疏导 现在我们新大纲中 也出台了很多新科目 但是对于这些新科目 我们很多基层士官 对这些新的专业 没有太多的经验 所以说基层士官对我 就是比较期待 上级对我们出台 更多的一些培训 还有集训学习 然后提高自身 做大师傅 这种一些能力素质 通过广泛收集意见 杨朱格西将带着 对士官队伍学习深造 加强新装备专业培训 等方面的思考 走上今年的两会 强军路上 我们都在奔跑 我们都是追梦人 士官的地位越来越凸显 责任越来越重大 我一定会牢记领袖嘱托 不断提高能力素质 努力做大师傅 带出好徒弟 用实际行动 回报主席对我们的关心和期望 同样关注士官队伍建设的 还有战略支援部队 某部一级军事长蒋庆群 作为有着30年军龄的士官 他始终不忘自己兵的身份 去年两会上 蒋庆群提出了 关于延长 中级士官服役年限的建议 会后 他又开始对士官人才培养问题 收集基层官兵的所思所想所判 这两年蒋庆群不仅坚守发电设备检修检测一线 还对现有设备进行升级改造 先后排除故障漏洞一千多个 取得了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和革新科研成果 在与战友的交流探讨中 江庆群梳立出了建立弹性高级士官编制 设立中高级退役士官逐月领取退役金制度 建强军地共域培养体系等建议 为士官投身部队发展 解决后顾之忧 现在我们事关成长成才的条件越来越好了 有了干事创业的客观反景 我们更要努力正当一名东元黎会操作 能处置会创新的军中工匠 战事的岗位虽然平凡 但是只要我们有精益求精 追求极致 创新专严的工匠精神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战事都能成为强军路上 最坚硬最闪亮的一颗螺丝钉 今天国防部召开例行记者会 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就近期军事热点 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记者会上国防部发布消息 今年4月23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成立70周年纪念日 经中央军委批准 届时将在中国山东青岛 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 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 新闻发言人还向记者介绍了 中简两军将于3月10号至27号 在柬埔寨举行金龙2019联合训练的相关情况 就美军持续开展南海航行自由行动 以及英国派遣舰机到南海一事 新闻发言人表示 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 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 当前南海形势总体向好 美方不请自来 一再派舰机 擅闯中国南海岛礁临近海空域 损害中国的主权安全 践踏国际法和国际准则 危害地区和平与稳定 我们对此坚决反对 中国一贯尊重各国依据国际法 在南海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 事实也证明南海航行自由是不存在问题的 但航行不是横行 自由不能违法 中国军队将采取 将会采取坚决措施 一如既往的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坚定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2月19号至21号 中日两国防务部门在日本东京 举行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专家组磋商 记者会上 新闻发言人介绍了磋商有关情况 当前中日的关系回到了正常发展的轨道 我们也愿意同日方一道 落实好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 加强防务部门的交流与合作 妥善管控分歧 增进安全互信 就退军人保障法草案 征求意见稿进展情况 新闻发言人回答了记者提问 根据我们了解 目前退军事务部正在就这个草案 广泛的征求意见 反复地进行沟通协调 在草案修改成熟以后 还要向社会广泛的征求意见 届时将会按照程序 向全国人大提交审议 记者会上 新闻发言人对全军各大单位 学习贯彻军委开训动员令的情况 进行了介绍 全军第二批900多本 新军事训练大纲 将正式发布 自2019年1月1日 有的已经开始实施了 标志着我军 新军事训练大纲建设的主体 也基本完成 前后两批 总共是1600多本 军事训练的新大纲 颁布实施 也为全军各级 依法 施训 祖训 提供了基本的支撑 记者会上 新闻发言人 还就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事训练监察条例 发布施行 中俄两军关系 持续高位运行 国际军事合作等问题 回答了记者听闻 一伞空降作战 渗透距离远 隐蔽性强 并与特战队员 精确投放和打击 近日 第74集团军 某特战旅 展开整建制 一伞跳伞训练 全程突出联合协同 从难从严 打捞战斗力基础 越北某机场 特战队员 正在进行跳伞前的 各项准备 这次训练 在无气象资料 无对空引导条件下展开 队员依次跃出机舱 操纵一伞滑行 在空中完成编队 受大风影响 一伞不容易操控 特战队员 需要判断风速风向 准确渗透至预定地域 原本一伞的滑翔速度 就很快 在这种风速较大的情况下 随时调整下降轨迹 如果有一名队员 反应不及时 那整个队形就完不成 这样的话 在落地后 很难快速聚拢 在第一时间 形成突击能力 为减少大风的影响 陆航直升机调整飞行姿态 最大程度减小气流 对编队伞降的干扰 特战队员 根据任务需要 调整一伞飞行方向 连程多种战斗队形 实现精准着陆 这次同路航部队 展开联海训练 在跳伞突击的时机 方式和配合上 多激烈的很多经验 对我们的立体阻挡能力 有很大的提高 初春时节 武警兵团总队某部 组织百余名特战队员 奔赴天山南路 展开多科目综合演练 全方位锤炼官兵 实战化水平 千里割壁 看似平坦 实则沟壑纵横 特战队员 负重20多公斤 沿着起伏的山路 分析10公里 山地行军 看似简单 但长时间的行军 对特战队员的体力和耐力 都是一个考验 山地行军 练的是铁脚板 更练的是铁的意志 对于我们美名特战队员来说 每一次训练 即是机遇 也是考验 翻越两座打板后 等待特战队员的是 体能组合项目 沙地负重爬行800米 翻越障碍 推滚50公斤重的轮胎 穿越地下管道 一趟下来 队员们都气喘吁吁 我们就是要通过这种 连续高强度的训练 不断激发特战队员们的潜能 使他们提高实战意识 协同意识的同时 突破自己身体和心理的极限 综合射击训练中 乘车射击快速移动射击 枪械转换射击交替进行 特战队员轮番上阵 我们在短时间内 利用多种强械 对固定目标射击 这种绝对快 相对准的射击方式 很能检验队员的实战能力 两名奔本子 向民族网站炒弹 民族里面追击 刚刚完成射击科目 就接到追击暴捆分子的指令 狙击组 侦察组 与突击组 相互配合 接近目标防务 运用多点核围 小组邪虫 强行突入等战术手段 成功捕获暴捆分子 组织高难度 高负荷的野外纪检验训练 就是要 全机实战突破极限 锤炼特战队员 强强的战斗精神 密切的 谈论意识 和过硬的综合数字 近段时间 受强降雪影响 西藏部分地区 电力紧张 群众生产生活 受到严重影响 驻军边防部队 保障用油 储量高紧 西藏军区某运输旅 紧急收领任务 向边防一线 运送油料物资 一大早 近70台 满载油料的车队 就从拉萨出发 开赴边防一线 连日的降雪 让原本崎岖的道路 变得更加难写 各车注意 各车注意 前方冰雪路段 人间度降低 大家注意 控制车速和车距 经过7个小时 车队行进至 海拔4800米的邦拉山 连续的冰雪路段 让车队指挥 原本启动的神经 暴力紧紧 他带头下车探路 为车辆指示 安全形成路线 车队通过 藏区冰雪 覆盖的山路时 弯气路斗 四线受阻 一旦掉以清晰 就会发生安全事故 随着海拔升高 气温也变得越来越低 一路颠簸 一辆油罐车发生了油罐爆裂 车辆失去动力 驾驶员沉着应对 及时对车辆进行检修 经过连续两天的奔波 车队抵达林芝 将油料物资 安全送到别的危险 作为新主将的 汽车运输女 我们秉承老西藏精神 尽力保障打赢 随时拉得出 工作上打得赢 我国科学家 关于早期肝细胞癌 蛋白质组研究的论文 今天在国际权威期刊 《自然》杂志上线发表 文章首次表明 蛋白质组 可用于早期肝细胞癌的 分型 预后和靶相治疗 肝癌致死率 居恶性肿瘤第二位 手术治疗 仅对部分早期肝癌有效 而预后较差的那部分 如何识别 及其靶相治疗 均为当下难题 由军事科学院 军事医学研究院 生命组学研究所 赫福出院士和前小红团队 联合多家医院的专家学者 借助患者群 蛋白质组学海量数据 给出了科学论据 我们利用早期肝癌的 患者群的海量蛋白阻学数据 不仅证明蛋固醇止化酶 可用于早期肝癌的 分型 预防和靶相治疗 而且还发现 这个蛋白的表达水平 和一些常见的肿瘤 比如胃癌 肾癌 它的临床不良愈后 有正向关系 蛋白质组是人体表情的 直接物质基础 近年来 伴随色谱 质谱 信息学等技术发展 蛋白质组学研究 获得快速发展 我国科学家 在肝细胞癌蛋白质组领域研究 取得的重大突破 具有广泛的社会应用价值 在人类蛋白质组计划中 中国是重要的参与方 而且领导了肝脏蛋白质组计划 面对中国人群的十大种类后 开展了蛋白质表达谱的建立 并从中发现了一批 能够用于分型 预后和靶项治疗的 重要蛋白质的发现 近日 上海警方破获一起 网络诈骗案 犯罪嫌人不但假扮年轻军官 上网交友 同时使用多重身份 骗取受害人信任实施诈骗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这位所谓的男友 竟然是一名女性 照片中的这个男子 自称是南部战区 某副团级干部的段某 去年年底 汪女士在网上与其相识 并建立恋爱关系 虽然从未与她见过面 但段某主动将其父亲 姐姐 嫂子 以及上级领导和同事 共七人介绍给她 在取得汪女士的信任后 段某开始不断向她借钱 最初的理由是母亲生病了 在后来的话就是她妈妈就去世了 对 就去世之后 然后也是因为就是家里埋墓地什么的 所以我当时就没有戒心 我觉得就是还蛮可怜的 对 我当时给了她一万 几次借钱后 从今年元宵节开始 段某突然失联 那些她所谓的亲朋好友 也都联系不上了 汪女士这才明白 是被骗了 于是报警 我们发现 报警人的男朋友所使用的电话信息 和报警人男朋友的嫂子 所使用的电话信息 这两个电话是注册在同一个人的身份下 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疑点 2月21号 明镜江嫌疑人黄某抓获 并从其住处搜出了三部手机 及六张手机卡 原来所谓的段某 以及七名亲朋好友都是黄某一人装扮的 据黄某交代 从2016年10月至今 她冒用南部战区副团级干部段某的身份信息 通过婚恋网站交友 交往后 通过微信聊天 手机短信 变声电话通话等方式 一人分饰多重身份 骗取信任 除了汪女士外 她还同时和另外七位被害人 在网上谈着恋爱 目前黄某因涉嫌诈骗罪 已被闽航警方刑事拘留 试案金额超过90万元 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今天辽宁省血液中心某型血液库存不足 向驻军部队发出献血请求 得知情况后 沈阳联寝保障中心100多名官兵 紧急无偿献血4万多毫升 有效缓解了血液中心的贡献压力 我国第22批赴钢果金维和工兵分队 日前完成巴基斯坦快速反应营弹药销毁任务 为何工兵分队针对报废弹药品种杂 危险系数高 销毁难度大等情况 科学安全作业 共销毁迫击炮白灵燃烧弹 反坦克火箭弹 及各类报废弹药220多枚 消耗塑形炸药80千克 国际方面 我们先来关注印巴局势 27号印巴双方各自宣称击落对方战机 但双方也都表示无意升级局势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7号说 巴基斯坦空军26号在巴基斯坦领空 击落两架通过克什米尔印巴实际控制线 侵入的印度空军战机 并抓获了一名落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 印度空军飞行员 27号 巴基斯坦军方还公布了印度飞行员被俘的视频 对于此次印巴两国冲突 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汉在全国讲话中表示 一旦印度做出侵略行为巴基斯坦别无选择只有回击 同时他也表示印巴两国都无法承认因错误判断所导致的战争 巴方已经做好对话协商的准备 希望印度能够回到谈判桌前 27号印度外交部长斯瓦拉杰 在浙江乌镇出席中俄印外长会晤期间也表示 印方不希望看到克什米尔地区事态升级 印度将继续采取负责任的克制的行动 当天印度外交部还召见了巴基斯坦驻印度副高级专员 就最新的克什米尔局势表达印方的立场 27号 正在俄罗斯访问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会晤 双方就地区安全和叙利亚局势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普京表示 俄一两国就地区局势和安全议题进行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内塔尼亚胡则表示 伊朗是地区稳定和安全的威胁 内塔尼亚胡还邀请普京对以色列进行访问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想要了解更多军事内容 欢迎登陆中国军事网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